凸击各种注意 迅速战离攻击发击 三 两 一 突击 发击 发击 这个夜间射击 它的这个难点呢 就是在于单兵的战术素养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相互协同的问题 或者是进行火力压制 或者进行精准的射击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实战中 这个游刃游鱼 夜性虽然是危险 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但是因为反击机 基本上发击攻击的时间 都是在夜间 就是结合人体的这种状况 到了晚上以后 它的精力可能会下降 紧急性也会下降 在它当想不到的时候 我们去发动攻击 这个是我们的优势 我现在是在 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的 攀登楼训练场 某中队正在组织训练 彭队长你好 您的出场方式还真是与众不同 我们正在进行 单翻节科目挑下的训练 这个科目主要用于快速撤离 和定点进窗 又慢了 更差 一点就是踩 你要把你连贴进去了 怎么会晃来晃去的呢 放松一点 你上面看好吗 我训练是很严的 他们是感觉这个队长训练不讲人形 很冷血 训练他就没有说什么辛老之分 我都全部都是要求必须要一视同仁 因为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个队员 我是真的是非常的熟悉 对他们的状态我能非常好的能去把控他们 然后就是自己靠自己做好 带着他们一起去做 这种表率把大家研究在一起 我跟他相处了五年 我觉得他是我最羡慕的人 也是我最敬佩的人 因为我是体干保重入学的这种 我起点是比人家低一些 我心里面是真第一的 但是我绝对不会说是讲在嘴巴上 就我有这个第一的目标 我会这个咬牙 我会把这个劲埋在心里面 到关键的时候才可以爆发 他给我们倡导的一个就是 有第一就要针 有红旗就要扛 他的比较全能的 耐力也好 这个协调力也好 爆发力也行 而且不是说这个稍微可以 就很强的那种 包括射击 他自创的一些这个方法 很好很实用 中队长您用手枪打弹壳这个绝技非同一般呀 我想增加点难度 我把弹壳放倒 您打它的底部 面积减小一半 您能做到吗 我可以试一下 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从商军特种兵集训回来的时候 那整个人是又黑又瘦的 特别是那个体重 回来之后可能就106 看了人的性能 搞定像我们潜水这个科目 我就是出水出的太快了 一打两下就出出 出来以后我就感觉不对 感觉喉咙里面有咸咸的 热热的这种感觉 我就问你这是啥情况 当时你出水出的太快 已经压到内伤了 当时就一个想法 要坚持完全程 把全程搞完不被淘汰 对自己够狠 包括他这个刚来的时候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集合的时候 他都是短呼变形 都是一身汗的 这个已经自己已经训练完了 比别人多信了 和5公里和10公里都是这样 自从从于拿到锁了以后 其实是一种责任 要比原来干公务的镜头还要锁 感觉这是一种责任 有的时候感觉是一种无形容的一种压力 我老爸现在还跟我在灌树 从大山里面走出去 然后不能在公务党的那种培药 其实我带的兵里面 百分之七八十应该都是考上国外特性 彭星知道 无论困难多大 无论外面世界诱惑多大 都是把部队的事业放在头顶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用自己全部的心思力量去为他做共享 总统队接力棒交到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真正就是让党和人民的放弃 有任务的时候我们就确确是拿得出打得赢 就是这我感觉是我们的责任 特战兼兵力见领来 我是武军广东总队机动支队彭星 中国自民 向党报告 中国自民 向党报告 中国自民 向党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